水里国小推动足球运动有称 近几年更在许多全国赛中屡床夹击 而今年的小小世界杯足球赛将在三月份来举办 为此南投县足球委员会特别举办选拔赛 并在男女都是由水里国小脱颖而出 教练也指出目前男生主希望能赢几场算几场 而女生主则放眼冠军 小小世界杯它是以五人制为主的打法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的 因为我们学校本来就是碍于我们 五人制的场地比较齐全 那八人制的场地比较没有那么齐全 所以我们五人制其实练得蛮勤的 所以我对我们的五人制还蛮有信心 男生其实外线是真的都很不好打 能够取得代表权一定 必定都是有一定的实力这样子 就是赢一场酸一场 然后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前进 那希望男生这次也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那女生我们当然仰慕目标是放在冠军 县议员陈淑慧指出 水里国小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屡创夹击 而这次选拔赛中男女主代表权双双都由水里国小夺下 水里国小在州校长以及我们各位老师的支持当下 还有家长会还有所有这个足球选手的家长的支持当下 离里对外的比赛都拿到很优胜的一个成绩 那这一次在我们南投县各个学校里面 我们水里国小也推派了男女生的这个足球队 做参加选拔赛 那这个选拔我们水里国小的男女生队都拿到冠军 拿到这个冠军就是可以代表往后可以到台北参加 世界小小杯的足球比赛 县议员陈淑慧感谢学校以及家长的支持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兼顾客业好好努力 这个可以代表南投县对外的比赛 这应该是我们水里国小的一个殊荣 但是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感谢学校的支持 还有家长的一个支持 那当然也在这里要鼓励所有的小朋友 我们在训练我们参与学校的这个球队当下 也要更为注重自己的学业以及自己的学科 尤其是说可以双向的并进的话 在未来升学上对我们所有的选择是不小谱的 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所有的选择 打球当下自己的这个课业也要特别的注意 水里国小即将在三月份出征全国赛 现议员陈淑慧也鼓励学生们要认真练习 好好努力为现真光 记者邱秉玉水里采访报道